狗狗上吐下蟹不吃东西没有精神怎么办 孙嘉诚职业手医师 首先当您遇到这种问题时 其他什么都不用再考虑了 直接带狗狗去专业动物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因为首先呕吐和腹蟹非常容易造成 狗狗体内的水分和离子大量丢失 从而形成脱水和低血甲症 而在临床上无论是脱水还是低血甲 随时都有可能危机到生命 所以如果您想要救狗狗一命 那么就尽快让狗狗进行输液治疗保命 但是这个方案也只是治标 治疗一个疾病我们要标本监制 所以找到引起这些症状的根源 才能把这个疾病治好 在临床上能够引起狗狗出现这些症状的疾病 还是很多的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通过临床检查 才能够确诊的 这些临床检查就包括 血肠规 C反应蛋白 腹腔超声 腹腔X光片正侧位 一线炎指标 血气指标 全项生化指标 传染病排查 粪便检查等等 做这些检查项目 就是为了弄清楚真正引起狗狗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 然后再对婴治疗 这样才能达到标本监制提高治疗率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